要说今年第一段位播,鲜索的节目,此人一定会提名妻子的样貌旅行,从张紫瑜官宣战上节目,到她的官邻雅粉脱粉,从宣战退出唱话到她的官方粉丝团宣布脱粉。 第二季,妻子的样貌旅行这一粒可狼,反而自带兴奋却无体质,粉丝们不乐于自家偶像在节目上大宣战,尤其是张紫瑜和她的粉丝之间,存在着粉丝希望她专注作品,而她自己却立心只想更生活化的矛盾。 事业粉丝们对张紫瑜的作品和经典决策流暑加征,当初不赞同她和温峰在一起,好歹才能以致劝自己,尤其不该干涉她的生活,可从帝皇爷到永远的诞生,再到妻子的样貌旅行,眼睁睁看着张紫瑜要从电影歌变成电视机歌,最后变成综艺歌,粉丝的心态终于崩了。 大概在粉丝看来,张紫瑜这种老天油闪饭吃的优质演员,该做的事就是全新修炼文史刘云,而不是上什么夫妻观察乱综艺,让自己金光闪闪的战袍,闪上热火器,而在张紫瑜演员里,演员从她的角色认识了她,可也就此孕育了她。 张紫瑜演员以后,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和好奇,当于节目中展现出的那个她,就不再是曾经的某个角色,而是生活中作为虚子的张紫瑜,面对粉丝的痛心几手连环温。 张紫瑜的态度是用招招招,在娱乐圈,拒绝看到偶像真实的一面,张紫瑜的粉丝,可以说是头一家,而敢亲手粉丝用于心里忘得反语与角色和二人一的自己,把更加血液丰满,也更有人情络的自己推向人群。 张紫瑜也是头一个,却不说这是什么任何偶像和任何粉丝的观念碰撞。 光是张紫瑜在妻子的样貌旅行,上大张喜谷,光明,正大当人设的这一出,就已经够让观众惊掉下巴了。 普通人员里的张紫瑜是什么样的?拼命分扬,人欲相声,大器卫禄,敢想敢做,强势女王。 妻子的样貌旅行里的张紫瑜,又是什么样的?温柔内心,甜蜜娇称,上解人意,不照顾人,所而言之。 这个会在节目里,一眼崇拜新鲜的看向温风,时刻照顾别人情绪,又表现得十三小女人的张紫瑜。 跟观众愿象里,那个绝强独立,大器女王的张紫瑜相去慎原。 在家的时候,张紫瑜一边收拾去长白山的行李,一边问温风有什么建议,看他穿着一套姚绿绒饰衣。 场外主持人李静,首先说出了思人内心的想法,没想到他会这么冲,竟然不是女王风的丝绸饰衣。 光光给他准备了抄大抄后的女人服,张紫瑜一边详细太丑。 一边又扛不住光风的前内监狱开始试穿,光风老师苦口婆心的样子,也太像个妈皮型脸的穿穿衣裤来搭紧接着。 张紫瑜疑惑,穿成这样怎么上厕所,光风就果断给他示范,从屁股后面打开拉链即可。 流体穿后女龙俯鸟,见荡自动开单裤,等着女明星要时刻维持美梦的基本信仰。 张紫瑜到底还是拒绝了这件可以选入直门沙丁礼物精选的女人服? 大家品依品张紫瑜的玩具时刻。 这个劣劣不好意思的小表情,简直不用太可爱太家称好呢。 两人结伴了六狗的时候,光风画廊属性大开。 不停停止张紫瑜旅行的时候,终于崩溃,别参与英选活动,记得偏买宝宝,别碰撞胳膊。 而张紫瑜根本就嫌他咯说,全程要咪咪的,太阳简单明了,都听你的。 在张紫给七色血性的环节,光风老师的画廊,属性,就那时到了纸上。 好几月经理平常提到,你们熟悉却不太了解的紫瑜,和我因此来爱他,所谓情话和用词,重复到德性的信念,都远俊不惊。 张紫瑜却感动到默默掉眼泪,节目组还给了丈夫们一个任务,就是要他们准备一场约会。 并想法是法,让妻子在约会中自然而然地说出国安理,光风的做法,是带张紫瑜去两人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,吃毒干碗餐。 小儿浪漫不过三秒,两人刚刚作定,光风就开始了直门设置西安园。 这种教导主任当讲道理表达的方式,讲真报多数女生都睡不了的。 晃心瑜可能就当场拍桌子走人了,而张紫瑜却相当捧场,全程温柔微笑,将心心眼瞅着温风,充满闹心地问,是什么? 插播一句,光风说的事一事,指的是两人上次,理,不如? 就是我们在网上转过好多次那种,随直觉选一个动物,对用一种性格的心理测试。 虽然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小女孩,会对这种人性信誉为真,至少在我看来,光风根本就是被答案式的一本证件胡说八道。 而张紫瑜却听得十分开心,对安方的崇拜格者评论都能感受到,你好像很难解我。 光风就变唠唠唠唠唠唠,说了半天,节目组破见了好一角色四面以后,张紫瑜卖心甘情,竟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内反,而是撒娇帮玩笑了一句,你能谋屈屈的?反对反吧。 眼看着张紫瑜对小女节目组是想让光风踏出自己的银行卡密码了,光风果断放弃任务,提前宣告任务失败。 然后又感慨了一遍,说两个人的习惯各不相同,而张紫瑜总是能做到真正的包容。 张紫瑜什么一笔,都是音乐啊啊,谁让我爱你呢? 最突然,起死回生,就有成功的促作提防。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,整期节目里,能够体现张紫瑜如今生活甜蜜,女性满满的细节,简直不要太多。 光光给他看情绪录制的小视频,张紫瑜全场以母笑,太阳感慨自己的女儿真好,还会甜甜的跟汪风撒娇,说老高女真好。 谈到汪风和前妻的大女儿小苹果,张紫瑜的形容是,也从骨子里心疼她,还一脸骄傲地表示,小苹果第一次见她就见了妈妈,她对小苹果的身高、血脑、情况都十分熟悉,会跟西字团的大家侃侃而谈。 谈到汪风也表示,自己从来没给女儿做过思想工作,小女孩对张紫瑜的全心接受,就单单是因为她对自己好玩意。 她会靠在汪风肩膀上听她弹琴,在她的怀里弹吉他,随着汪风的音乐录动,甚至看到汪风,她就会不自觉地露出甜蜜的微笑。 看这个节目,此有漫漫没想到在汪风和张紫瑜的相处模式里,汪风是个日常劳当琐碎的老父亲,而张紫瑜对着汪风时,则是藏不住的小女孩形态,满满的崇拜和意外,要不是亲眼所见,否则我怎么也不能相信。 以前那个从脾气到用力能力,跟以用美主的张紫瑜,会因为自己的爱人和孩子,在镜头下,展露出鲜明柔软的一面,就两种性格更巨大的反差,体现在张紫瑜上,妻子的样魅力行全后,就往如给粉丝直播了一场大型的人设跟她,可奇妙的是,目前,大多数网友的接受度都很高, 觉得张紫瑜这晚毫无违和感,甚至很可爱,很深层,她甚至在节目上跟她表示,希望自己的家庭和婚婚有故,成为我母亲让她非常幸福,也让她开始意识到,个人的快乐和势力是可以兼得的,不知道那些对张紫瑜都有执念的影迷,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,也许他们还是会希望张紫瑜永远做观众心中的一间人和公案, 希望她能像余婉那样高高的上,一间公勇在礼堂刷出一条信物,在他们远里,不论一娇龙还是勾二, 她跟夫妻娇人就狗狗狗独入,可现实中的张紫瑜呢,想来一门心脱要向凡,还对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身份, 恶在其中,她对恶的身份,很多时候甚至已经不再是张紫瑜,而是醒醒妈妈,恶过披着战袍,一场好莱坞的巨兄张紫瑜, 如今全心全意,努力做一个好妻子,好母亲,甚至是不太好伴的姓母,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。 戏友散场时,张紫瑜自己显然已经走出了卧己藏人,和一代增湿的光环。 在立江龙和公勇之外,她有了更多新的身份,比如娃娃娃的妻子,比如醒醒和小苹果的母亲。 最重要的是,张紫瑜本人的身份和性格,也正在逐渐脱离她人内上的那些尖点角色, 在一个又一个的尊敬节目里申请过来,展示给更多的观众。 希望她的尔敏能够早些明白,即便大台如张紫瑜,也是个活生生的人。 曾经的立江龙和公勇是她,而如今的妻子和母亲,不也是她吗?